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佳恩在他16岁的时候就已经打标了女子100米男的国家健将标准 张佳恩的特点就是后撑能力非常强悍 实际上会在比赛中上演跑出无人区的画面 其实在本次预赛的时候张佳恩就有着非常强眼的表现 预赛的时候张佳恩处在第三跑道的位置 比赛的时候张佳恩起跑非常不错 一下子就冲到了第一位 接下来只见张佳恩就上演了狂飙 张佳恩的无解篮间节奏也是非常让对手们看影的 只见张佳恩跑出了无人区 对手们也被他远远甩开了 在最后十米有点放水的情况下 张佳恩以14秒21的成绩 无需领夺的预赛第一名进行决赛 这个成绩是在逆分1.8米每秒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结果到了决赛 张佳恩的状态更是砸烈了 决赛张佳恩处在第五跑道的无意证 本场比赛张佳恩的最大机会对手 就是处在第四跑道的田佳怡 田佳怡也是该项目的一级运动员 比赛的时候张佳恩起跑环翼 是所有所有中巨快的一位处在第一的无意证 而田佳怡起跑就为稍微逊舍一些出来落后的位置 接下来只见张佳恩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程加速能力 和非常顺畅的蓝筋节奏开始上演疯狂青色 这也一下子就将对手们甩开了 张佳恩犹如刘翔附身一般上演了进步如贵 只见张佳恩再次跑出了无论区 不过在最后十米的时候张佳恩还是有点放水了 最终张佳恩以13秒82的成绩无需领夺 而田佳怡落后0.4秒获得压均 虽然这个成绩并不是张佳恩的个人最好成绩 在大逆风2.6米莓妙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在大逆风的情况下 在最后十米有点放水的情况下 还能有如此惊艳的表现 可见张佳恩的未来也是可期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远送从此别 青山空腹情 我们下一期再会